我本來就是想要早點來 然後去Lounge看看 但是今早起遲了新 所以就是進去Lounge 我現在很餓 什麼都沒吃 希望單人的飛機餐會比較好吃 在轉眼之間我已經來到上海了 其實也不是很冷 只是不想拿那麼多衣服 所以就穿了新衣服 我覺得天氣是涼過香了一點 好重啊 除了Quad Uber之外 其實在葡東機場最主要有四個出去市區的方式 第一個方式可以坐機場巴士 第二個方式可以坐停車 第三個方式可以坐持續列車 第四個方式可以坐地鐵 可能是我的行李撿得不太好 那個重心有點奇怪 變了我很難推 坐持續列車 憑當日的機票就有八折 那就是四十元日文幣左右 我看到它的班次其實都相算幾密 由於我身體太高的關係 我也是坐持續列車 所以拿好機票拿好錢就可以買飛 那阿朗威呢 很容易會見到這個持續票務中心的 買完之後呢 就可以移私肉步到這裡 進去乘車了 好 我們現在馬上去 這次是這輛車 那就去到這裡等20分鐘 等下這輛車吧 好 真的很快 其實它之所以這麼快 是因為那輛車和路軌之間沒有入落的摩擦力 所以就會非常快 正常香港MTR的試速大概70-80 所以它就會快過我們的地鐵3-4倍 還有它的最高速 原來可以去到431kMTR 那也蠻快的 真的是飛機的隨意 8分鐘已經到達上海市中心 也蠻快的 4元 在這裡是需要坐升降機上去的 我的頭 包得很尊嚴 我的毛衣 很緊 我的髮型 常常有很多的東西 好 好漂亮 試完頭髮了 32元人 很便宜 好沉 我發現原來 不過1元1斤要在廣東產裡面用 那我現在是上海 它就用第二個方式來給我計數數 我現在的100多元存在圈都沒有了 因為酒店距離的地鐵站太遠了 所以就搭UBA去了 這條線就是中環線 中環那邊就是上海的市中心 這裏就是上海沒有那麼市中心的地方 好 好 一進門口右轉就會看到一個很大的廁所 那 它這裏是 不會彈水出來的那隻 旗角 那這個廁所其實也蠻大的 不錯 然後 這邊就是一個透明的衣櫃 進去就會看到兩張床 左邊和右邊的床 床旁邊就是 那個坐在這裏的地方 還有買一張很 OK大張的寫字台 7點多 嗨 好痛 然後我們要去這個 Chillgard Chillgard初體 Chillgard 這間 新鮮 全焦的店 加雜誌公道 26元有買的 氣味是打烘烘的氣味 我想這些是一份份的叫 然後叫完就會 等它叫你 好痛 我們呢 整完指甲 好興奮 然後買完東西呢 就可以回家了 走錯了這個 方向 走錯了方向 走錯了 我們反轉了走 我覺得一公里呢 好像兩個四萬塊 多一點 都挺遠的 我發現 這間酒店 不叫Yuba 是很難去到的 這間Yuba 這間Yuba 還有那個 OFALL環節來說 都挺整潔 唯一的地方 就是距離市中心有點遠 不過如果你搭Yuba 出入 那也是沒有問題 很快 然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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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